如果喜歡水泥風格的裝飾 深水埗這間新店可以幫到你 兩位創辦人主力創作水泥家品和空間設計 我們在八月島就搬來深水埗這裡 門面主要有幾個不同的功能 有咖啡的take away 水泥的display的位置 甚至我們主打一個水泥的workshop workshop 我們分三種不同的workshop 第一種就是杯墊的打磨班 杯墊的打磨班分為幾個不同的step 學生可以自己打磨 然後私印和coating 一天兩個多小時就完成 拿到這個回家 但是後面那兩個就比較複雜了 就會有小複雜燈 還有水泥松木入筍的一張椅子 這兩樣東西都是需時需要兩天 第一天都是兩個小時 第二天都是兩個小時 今天老闆Scarlett會先教記者 DIY小複士關燈座 過程不太難 首先裝好燈頭和電線 然後再將舞具開孔 將燈頭放在底的正中間 將白水泥加水 拌至雪糕狀 然後倒入舞裡 再將多餘的泡泡泡走 用相同的方法 拌勻英泥和沙 倒進去 再用畫筆按自己的喜好 調整燈座的顏色層次和紋理 到第二天課程 打磨好 就可以在燈座底部 或者包裝獲盒 私印圖案 只要加少少錢 就可以自製名字 圖樣的絲網 上完coating便完成 玩了一會其實挺簡單 我第一次玩水泥 感覺不是很辣 這麼漂亮的燈座 用來送給朋友 情人真是很有心思 如果沒有時間DIY 店內都有水泥作品出售 可以輕鬆買酒心頭號 或者玩完workshop 喝杯手沖咖啡 這裡提供六款台灣品牌的咖啡豆 可以外賣飲著酒 或者買單品和掛包都可以 就算了